读一次第十条的中文 最好把它背起来 信主耶稣 以世纪末日从天降临 审判万民 义人得永生 罪人受永行 英文 不论你喜欢不喜欢 你愿意不愿意 你认识耶稣不认识耶稣 你相信他不相信他 你都会跟主后会有期 因为他要再来世上 第一次主耶稣来 就是来拯救灵魂 救恩 是给怜悯的 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不审判人 不审判人 不定人的罪 但是主耶稣第二次来就不是来施恩典的了 他这次来审判万民 你喜欢不喜欢 你终有一天要面对主耶稣 所以我们早上讲过主耶稣来之前的几个的预兆 第一个就是宗教上面的迷惑 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宗教 在基督教界里面 前所未有的有四万两千个教派 很多人都说 来我来我这边 信我这边 很多人用耶稣的名 但是却不是传耶稣的道 甚至有人说 我就是耶稣再来到世上 所以你就知道主来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第二我们讲到 主耶稣来之前 战争还有战争的风声 打仗的风声越来越多 这个也已经的应验了 但是还没有到最后 因为最后的战争 一定要从中东开始 像那个柏拉大河的水干了 那个阻挡住最后大战的 那个阻挡拿走了 战争会在中东开启 现在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但是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和平了 早上我们讲了第三个 主耶稣来的预兆 就是自然的灾难 透过气候的变化 引起的饥荒 我们现在慢慢感觉到那个压力 食物的价格现在越来越贵了 还没有到饥荒的地步 打仗也影响粮食的供应 这个也是已经开始有了 那更有树林的饥荒 这个世界人的心 都很干渴 都很空虚 再来地震的增加 真的我早上找资料的时候 一早真的是自己都冒一把冷汗 怎么样 为什么 真的原来地震 真的是那么多 现在啊 这是好像震痛 妇人要生孩子之前 那个震痛 那个frequency 频率增加了 早上我们讲的第四个预兆 这是信仰的逼迫 叫上使徒时代 被喂狮子 被绑在木头上面焚烧 十二个使徒 十一个是殉道使的 我们都知道 当时的逼迫多大 当主耶稣来之前 到最后最后的阶段 敬畏神的人会受大逼迫 大患难 那个时候还没有到 现在已经有不同的逼迫了 我们信仰上遇到了压力 还有现在的年轻人 被科技逼迫 我们大人也是一样 被科技的逼迫 被控制我们的思想 好了 那既然主耶稣快要来了 我们要怎么来准备 这是一个关键 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 那我们要知道 主耶稣降临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那我们早上讲过了 主一切都会被浑烧 好了 那人怎么办呢 要面对神的审判 圣经告诉我们 所有人都要复活 要面对神的审判 我们看 提撒罗里加前书 四章十六节 四章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 因为主 一亲自从天降临 有护照的声音 和天使长的声音 就神的好处一想 那在基督里 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这里告诉我们 那一天 大而可畏的日子 主耶稣来 会发生什么事 当然在物质界 被销毁了 我们刚 彼得前书那边 有讲说 天有大响声 废弃一切有行止的 那同时在灵界里面 也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死掉的人 要复活 这里说在主里面 睡了的人 要先复活 然后再来的 都是别人 所以我们看 这一节很重要 在主里面 死了的人 会先我们一步 小弟在这边 注目了六年 也办了很多次的 这个丧礼 但是也替那些人 来感谢神 因为他们在主里面 离世 他们被我们 先走一步而已 我们有一天 也是要往那个方向 所以先离开 世上的 先在主里睡的 以后就要先起来 那我们这些 晚一点去的 那叫做晚一点起来 不可以插队的 都要排列的 都要主耶稣的时间的 那等到当时候呢 会听到天使长的声音 还有主耶稣的声音 这个声音一定是很震撼的 可以叫醒 那些人睡了的人 都叫醒来 今天一个人睡了 你大声叫他 或吓死他 他就起来 但是如果一个人死了 你再大声他也不会起来 但是如果这是神的声音 就不一样 神的声明有前柄 神一叫 死了都要起来 又有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好童的声音 就是末次的好童吹响 这一天一定很壮观 从历代 从创世以来 所有得救的圣徒 带来使徒时代 带来末后证教会 所有得救的人 在坟墓里面都要出来 你看壮不壮观 我可以想象那一天 是非常非常的壮观 那如果你当时大逼迫的时候 还没死 你还很辛苦地撑到最后 别人没有把你杀掉 你还活着 哇那怎么办呢 没有死 没有死怎么复活 没关系 第十七节 主耶稣有特别的安排 第十七节 一二三 以后我们这活着 还存留的人 必与他们一同 被提到云立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和主 永远同在 哇这个很奇妙 很奇妙的安排 如果你还活着 最后主耶稣 最后要来之前 你看到坟墓开了 那些主内的圣徒 一个一个起来 哦 被接上去了 你一个人会担心 那我呢 我怎么办 主耶稣不会忘记你啦 放心啦 你没忘记主 主不会忘记你的 虽然你晚一点 你要排后面一点 这里说被 召集起来了 被绑在一起了 说实在到时候 剩下的 得救的信徒 也不多了 因为很多已经殉道了 很多已经被杀了 流血了 但是有一些 还存留着的 他们坚持到底了 所以把他们 照过来 那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个空中什么意思 不单只是这个空中而已 他们要改变 成为灵体 因为我们这个身体 你带到外太空 也不能进天国 天国不是在外太空 天国是灵界 所以我们的身体 如果我们那天还活着 主耶稣会把我们 改变成为 属灵的身体 这个身体是不错啦 但是这个身体 其实不是那么好 为什么 你照照镜子 哇 今年又比去年老了 皱纹就越来越多了 头发也越来越少了 肚子越来越大了 人容易累了 这个身体就是 好像一个 不听话的机器一样 现在吃饱饭了 想睡觉了 所以很多人 想睡觉了 对不对 没关系 了解 因为刚吃完饭 有时候听道理 听一个钟头 就会累啊 年纪大的 平常睡不着 白天才睡得着 打开电视就睡得着 电视一关了 就睡不着 这个身体真的是一个 老化了的机器一样 那如果你是 主耶稣来的时候 是99岁的 100岁的身体 有人就问了 难道我进到天国 还是99岁吗 哇 那惨了 进到天国 还要弯腰駝背啊 如果进到天国 还要弯腰背痛 怎么办 这个不是叫 痛苦继续延长吗 不用担心 主耶稣知道 主耶稣会改变 我们这个 软弱的身体 生病的身体 变成灵体 什么叫灵体 这个很难解释 因为我们在座的人 还没有拿过灵体 但是主耶稣复活的时候 都是灵体 这很荣耀的 它可以吃 也可以不吃 他跟门徒一起吃早餐的时候 要吃也是可以 但是他也可以不吃 他也不用透过打开门 才可以进去 就是这个很厉害的 属灵的身体 反正我们现在这个身体 是不能承受永生的 所以无论你是从坟墓起来 也是要改变 如果活着 主耶稣来了 我们还活着 也是要改变 我不晓得你们 我想起这个 就很喜乐 不用怕老 不用怕累 不用怕生病的身体 这里保罗圣灵感动他这样写 在空中与主相遇 记不记得天使跟使徒说 主耶稣怎么上去 也怎么下来 对不对 主耶稣是神乘着云上去的 主耶稣也会在降临 然后在空中与他相遇 我在思考 为什么要空中与主相遇 大家没有想过 为什么空中 为什么主耶稣不坐在天国宝座里面 等你们在门口 等你们进去再跟他见面 你知道吗 国家与国家的元首 他们一个国王 或者是一个国家的元首 去另外一个国家 访问的时候 如果他们关系很好 如果国王或是那个总统 会去机场借他 他不是躲在总统府里面等着 因为是老朋友 所以要去外面借他 因为等不及了 很想赶快见这个老朋友 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 我们被提了 圣徒被提了 在空中都还没有到天国门口 主耶稣要来中间 来那边等你 你说你是不是很有福气 所以有时候想到那一天 都会笑 都会开心 我不晓得你会不会 我也有时候想到那一天 都会笑 哎呀 太好了 如果能够撑到最后一天 大逼坡都没有放弃信仰 或者主耶稣真的保护我们 我们到那一天都平安了 那我们就是在空中 要与主相遇 所以你是不是很大 很大的福气 我们信主不是为了 等那一天吗 那对不信主的人来说 或者是对罪人来说 耶稣再来就不是那么好的事情 我们看马太福音的24章 24章的30节 24章的30节 每一起读 一二三 那时人子的灶头要醒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爱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能力 大荣耀 成像天上的云降临 同样在地上 有一些人 小部分的人在开心啊 呼叫啊 等待 但是大部分的人 majority就在哭了 为什么在哭 因为他们之前所否定的 所不相信的 所逼迫的 耶稣现在真的要来了 这个就好像一个电影 一个很dramatic的一个turn 刚刚之前那些敌对神的 这些不信的 他们在呼叫 那些基督徒在哀哀叫 很苦啊 被逼迫啊 那现在呢 道过来了 基督徒在欢呼了 敌对神的人在哭了 这个世界现在 不信神的人都在开心 他们不单只是 两千年之前定耶稣 现在逼迫神的政权 还有否定神的文化 他们都在欢呼 最近在读一些新闻 真的读得觉得很可怕 在美国的犹太州 我们知道犹太州 是相对保守的 他们都是摩门教的大本营 相对保守的 但是有一个学区啊 他们就决定啊 要把圣经从所有学校的图书馆 不是说在学校叫圣经 连放在图书馆都不可以 为什么 他们说这个圣经不适合儿童观看 他们说这个圣经充满暴力 充满一些不好的东西 所以学校里面 能放圣经在图书馆都不可以 我真的看了这下一大条 现在的人士到底怎么想 现在的政府 现在的政客 到底怎么想 他们心中根本没有神 政府付钱给学生 你要变性 你要做手术 那就去啊 政府还津贴你 政府把宗教 把基督教 从信仰 从这个学校里面 从通通拿走 甚至逼迫那些教会 如果你不同意LGBTQ的 不给你资助 不给你登基 这是加拿大已经在发生了 但是有一天主耶稣来了 他们要看见 人子从天上降临 他们吓一大跳了 这个耶稣真的会来啊 真的有耶稣啊 他们会很害怕 我们看启示录的第一章 启示录一章的第七节 第一章的第七节 一起读 大声读啊 第七节 一二三 看啊 他驾云将领 众母要看见他 连是他的人 也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族 都因他爱哭 这话是真实的 阿们 这是圣灵所讲的话 以前谁盯过主耶稣 当然 这罗马兵兵 罗马政府 背后是犹太人 也代表所有敌基督的 势力跟政权 但是呢 他们看到 就是说来 要哭了 因为他们知道 审判马上开始 现在为什么世界那么乱 因为大部分的人 不相信 此后有审判 不相信所作所为 所有东西 要在神面前 要做交代 甚至不相信真理 连很多信耶稣的人 他们都不守真理 他们用自己的方法 做自己喜欢的事 但是有一天 主要来审判 那审判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首先 主要说 在哪里审判 首先 主要说 坐在一个白色的 大宝座面前审判 我们看 启示录 20章的11节 20章11节 我们一起读 一二三 我又看见 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你坐在上面的 从祂面前 天地都要逃避 这无处 无见可处 这里告诉我们 主在哪里 要审判 这个世界 白色的大宝座 这个宝座是白色的 代表神很圣洁 宝座是代表权柄 叫王才可以坐在宝座上面 但是坐在上面的不是普通的王 前几个礼拜 英国王查理斯不是加冕吗 他坐在他的位置上面被加冕了 那是人的宝座 他不代表什么 真正的宝座 是在天上的主耶稣的宝座 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真的有这个宝座吗 我上个礼拜去加州 协助圣工 去访问一个弟兄 他信主才几年而已 他是他儿子传福音给他的 他本来以前开餐馆 很忙 没有时间信主 没有时间去教会 后来生意上遇到困难 也想去教会 后来就是开始去慕道 但是在慕道过程当中 他生病 他中风 一开始全身都不能动 很可怜 但是他儿子一直为他祷告 一直照顾他 家会也帮他祷告 他慢慢慢慢有进步 慢慢从不能动 到一点点可以动 一开始 半身都没有感觉 后来呢 他慢慢慢慢能够做轮椅 自己能够退自己 每年都去加州协助 都会去看他一下 他这次进步很多 竟然不用副拐杀 可以从轮椅下面起来走路 这是神迹 他也很努力地靠神 那这次我去看他的时候 他儿子就跟我说 我爸爸之前看到一个异象 我看到什么异象 我就问那个弟兄 他说我在祷告里面看到一个大宝座 很大很大的宝座 一直冲到天 看到一个人身体发光 坐在宝座上面 他很难行 他说很大很大很大 他只会用很大很大一直讲 看上去都看不到镜头的那种感觉 但是呢 就看不到那个人的脸 当然看不到啊 就是主耶稣的脸 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天上 还在地上 只是模糊不清 像圣经所说的 都是那个弟兄 看到属灵的大宝座的异象 所以他很敬畏神 他知道真的有神 他做的能力啊 很不方便 每个礼拜都要去守安息日 当你真的看过神的大宝座 这种异象会不一样 今天我们没有看见 但我们相信圣经所讲的话 那神的宝座也在哪里 神的宝座就是在他的真教会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宝座面前 那现在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呢 这个叫做施恩座 什么意思 这是来神的面前可以撒娇啦 可以诉苦啦 可以求啦 求恩典的 这个叫施恩座 是不可怕的 但是在审判的时候 来到主耶稣的宝座面前 对某些人来说 做很可怕啦 我们看十二节 第十一节刚刚最后说 天地都没有躲避了 没有办法可以躲藏了 十一节 这个很重要 现在的人还可以躲避神 我不想听 我不想看 我不想听福音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 我不想想这个什么天国地狱 这个叫鸵鸟政策 把头塞到沙子里面 他以为别人看不到他 他看不到别人 别人也看不到他 现在也有信徒在躲避神的 明明是信徒 但是不来就会 不想听道理 为什么 因为自己做得不好 来了听道理 会有罪恶感 也不想悔改 所以就躲起来了 不来教会呢 传道打电话也不想接 访问主要来 他也不想看 现在你还可以躲避神一下 但是有一天 你没有得躲 躲无可躲 在神的大宝座面前 没有人可以躲 所有东西赤裸裸的 为什么说赤裸裸 十二节 我们一起读 第十二节 一二三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象 都站在宝座前 暗箭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件展开 都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 都凭着这些暗箭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 受审判 哇 大宝座面前 有两卷书 太可怕了 为什么 第一卷书 这叫暗箭 是做什么的呢 第一卷书 就是你一辈子的档案 从你出生到你死亡 所做过的每一件事 讲过的每一句话 心里面每一个意念 在人面前 在人后的 全部记录下来 以前我都想不通 为什么神没有纸 没有笔 也没有电脑 还可以记那么多东西 后来现在的科技 太发达了 现在不用drum drive 在云端上面 哇 几个千 几个万个git 几个t bite 哇 太多了 什么东西都可以存 主耶稣也有 祂的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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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物质的云端 祂是属灵的云端 祂把我们所有东西 都upload上去 到最后审判的时候 全部放给我们看 你说你没有 我就给你看 你说你没有讲过这句话 就放给你听 前后左右的录影 从上从下 连心里面想的话 都放出来给你听 很恐怖 你嘴巴给说 你好吗 里面就恨死你了 哇 这个也主耶稣有露起来 我们在甲的时候 这个X光 主耶稣那个X光 全部照出来 这个叫做案件 那你没有东西 你没有证据 不能审判 主耶稣要把所有的证据 所有的案件拿出来 除非你得到神的救恩 除非神有 主耶稣的宝血赦免你 除非有神的怜悯 再加上 除非你自己 真的很努力 想要改变 再加上神的怜悯 那才有办法得救 不然这个案件 拿出来 把我们每一个人压死 但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感谢主 我们要绝受的救恩 那没有绝受救恩的人 这个东西拿出来 就糟糕了 那肯定被定罪了 好了 那如果没有被定罪的 有神救恩的人 这里说呀 另一卷 案件要展开了 这个另外一卷 跟刚刚那个 就不一样 第二卷呢 就叫生命册 这一本很重要 因为这一本就记载 历代以来 可以得救的人的名字 神都给他们写在上面 我们要听清楚 这个不是我们信徒名册 我们今天有 有信徒名册 但是不是所有 在信徒名册上面的人 都在生命册上面 为什么 当然你信的主了 你的名字 可以记载在生命册上面 但是不要太高兴 你的名字 可以写在生命册上 因为你受洗了 求到圣灵了 但是如果表现不好 如果离开神的道理 神可以把你的名字 从生命册上面 插掉 我们看 启示录第三章 第五节 启示录三章的第五节 我们要注意这个经节 非常的重要 凡得胜的 必这样穿白衣 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 护抹他的名 这里是神提醒当时的撒迪教会 撒迪教会是代表一种什么的信徒 就是第三章的第一节 跟第二节所说的 按照你的名 是活的 因为你是个信徒 你有受洗 其实你是死的 神不看表面的 神不是说 你是不是有没有受洗而已 有没有名单在上面而已 神还要看你有没有灵命 你灵命还是不是活的 因为撒迪教会的信徒 很多都是快死快死的 我们想想 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 那如果你不是 神就不会把你的名字 从生命册上面 插掉 以前都是用黑板嘛 或是用那些 马可在白板上面写 很容易就插掉了 粉笔写了 代表什么 可以加可以减 如果我们的名字 在生命册上面 但是如果我们表现不好 神可以把我们的名字 插掉了 我曾经记得这个见证 真的是警醒 非常的让我们醒过来 在别的国家 有一个青年 从小就在教会长大 每个礼拜有七聚会 也有宗教教育 但是他不认真追求 没有真的把主放在心里 每一次聚会 常常迟到 不迟到 也是进去就睡觉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礼拜五晚上 常常都弄得很晚 晚上看电视 上网 都不睡觉 礼拜六早上 当然起不来 还有很多不好的事 习惯 有一次领恩会 他也在聚会当中打瞌睡 连领圣餐都在打瞌睡 连领圣餐跪下去 书谢的时候 也在打瞌睡 主耶稣让他看到异象 审判大入来了 他也在主耶稣的宝座面前 天使在点名 拿开那个生命车 一个一个在叫 他很放心 他觉得说 我从小时候受洗了 我一定名字 一定在上面 结果在叫的时候 叫了很久 都没有叫到他的名字 到最后一页了 都还没有他的名字 花都开始慌起来了 他跟天使说 你再看清楚 你再看清楚 我从小受洗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你再看清楚 天使再看一看 看到最后一页 最后真的是有他的名字 但是他开始 看到他的名字的时候 那个名字 那个名字越来越微弱 越来越薄 好像快要消失的感觉 好像慢慢被擦掉的感觉 哇 他很紧张 我的名字快消失了 主耶稣把我擦掉了 他在意象里面哭了 因为他知道 如果名字不在生命车上面 就不能得救 他在祷告里面跟人悔改 因为他真的没有把信仰 放在他心中 不认真机会 他要常常偷看色情 不是 sometimes 常常 他知道他很多罪 如果不悔改 神会涂抹他的名字 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 末日的审判 你的名字 在不在生命车上面 那怎么样才可以 你的名字 确保在生命车上面 我们看 启示录的十九章 第八节 十九章的第八节 一起读 一二三 咒蒙恩 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马蚁 这细马蚁 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我们要穿这个细马蚁 咒能够名字 不会被擦掉 通常基督徒提到义 我们都会强调 因信称义 因耶稣的宝血 我们称义 但是这里所说的 不是因信称义的义 这个细马蚁不是说 你一洗礼完之后 变得很干净 那个义 不是主要说 把你洗干净而已 你要有行为 你要有 圣徒所行的义 这是说你的信主之后 你的个性行为 一定要改变 你不改变 又回去做一样的事 那怎么能够得救 我们至少要努力 要靠着神 有一些行为 一定要改的 21章第8节 这些东西是会被审判的 21章第8节 我们一起读 唯有胆怯的 无信的 可争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书的 派向的 和一切说谎化的 他们的份 都在烧的硫磺的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这是硫磺火 第二次的死 要杀哪一种的灵魂 很可怕 第一次的死 其实不可怕 其实第一次的死 如果生病的人来说 第一次死 你身体就不用再受苦了 也是一种解脱 但是可怕的是第二次的死 这是灵魂的死 永远的死亡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们做的这些事情 没有悔改 所以说给他们一辈子的机会 都没有改 这里有几种人 我们想想看 我们种了几样 第一胆怯的 胆怯的不行啊 你胆怯你就会不认耶稣啊 使耶稣说 你在众人面前不认我 我将来在神的世界面前 就不认你 你很多东西 不敢勇敢去面对 你去逃避 你是不能得救的 所以我们如果很胆怯 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勇气 第二 不信 你头脑很聪明 但是你心很硬 不相信神 再来可征的 行一些神证悟的事情 那包括什么呢 杀人的 杀人 神为审判 把别人的生命 结束的 把别人的生命拿走的 包括自杀 自杀也不可以 包括堕胎 堕胎也不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审判 再来 淫乱的 一夫一妻的性生活 才是在神眼前是祝福的 婚前的性行为 这是性方面的不道德 再来 婚外的性行为 就是坚淫 再来 同性恋的行为 也是在神眼前是 immoral的 这是不道德的 这个不悔改的 这是神承判的 再来 行邪书的 是迷信的 迷信什么什么东西 用那些东西 来风水 做法 那个东西都是神证物的 再来 拜偶像 有形的偶像 无形的偶像 再来 这个会打死我们 这个会打死我们 前面那些我都没做 一切说谎话 有时候我们说谎话 会变成一种习惯 因为社会上的人 都是这样说谎 但是说谎是魔鬼 任魔鬼当父亲 所以我们要靠着神 来改变这些行为 所以趁着那个大日 还没有来 我们赶快迎接 赶快预备日节 才能够跟主耶稣 后会有期 是一种好的后会有期 不是悲哀的 恐惧的后会有期 it is not a meeting of fear and tragic let's sing him 85 number85 祝福小可能 understan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